诗相之体 非吉非诏 而辅吉而恒诏 诏而恒吉 这一段的意思很深 不仅是这个静风的经典 以诗相为体 也就是根据四十真相为我们说的 那么所有一切大成经 都是根据诗相而说的 那么这不但使我们建立亲近的信心 同时我们也真正明白了 所有一切大成经论是平等的 是这个 这个 诸法平等 无有高相 为什么是平等的呢 因为都是以诗相离体而说的 那么由此可知 大成法门 无论哪一个法门 到最后的结果是交给我们去证实实相 要把这个事情要证定 要清证 这个呢 就是佛门里常讲的成佛了 成佛就是亲证实相 这个证实说明不仅是一切法是平等的 一切法是圆融的 更显示出佛佛到头 那么体验是很勉强 非常不得已的这个说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前面讲的他立言熟 立文字 立心愿 实实在在说呢 不但他是言语没有办法表达 说不出来 就是思维想象都不能到达 古德常说 开口便错 动念皆怪 这个奇心动念 已经不是摄像之体了 但是 这个摄像的样子呢 这比几句话描绘得很好 他虽然这个吉兆都用不上 这些名字都加不上 可是事实上呢 它确实有这个意思在 吉是吉尽 兆是明了 没有 像这个水一样 水一在非常沉清的时候 没有风浪 非常干净 一沉不染的时候 我们从水面上可以看到水底下 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他的借镜 一沉不染 那么从水面上像一面镜子一样 他能把外面的景象照得清清楚楚 他确实没有起心 也没有动念 他也没有意思照 也没有意思急 急照都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他确实有这个现象 那么这是给我们说明 真实的人生 真正的受用 心情景 心境是急的意思 万思万无 没有一样不明了 不但遍情 一切事情通达明了 还有过去的事情 还有未来的事情 还有塌方世界的事情 统统都能够明了 这是正 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所讲的神通 通就是通达没有障碍 通达十方 通达三世 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都通了 这是通的意思 神神奇 不是我们凡夫常识所能够理解的 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能力 那么佛告诉我们 这个能力并不是诸佛如来专利的 不是他专用的 佛说了 一切众生的 故故都有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我们有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能力丧失掉 丧失并不是全部的丧失 不是 丧失了大部分 我们今天也能见 耳能听 鼻能秀 这就是这个能力的启用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能力很小 小到你比如说我们眼睛 这个隔一张指头就看不见 指头外面就看不见 这个就是我们的能力 小了 如果依照佛在经典上说的 这个能力 我们见的能力 是任何物质都不能够障碍 这是讲这个见的能力 听的能力也是如此 所以说是 静虚空变法界的音声都能听到 摄谎世界 过去未来都能够见得到 这是我们的本能 就是基兆 那么我们这个能力怎么丧失掉的 这个要是 这是佛在经上 常常给我们说的 所谓一念不觉 而有无明 这个无明就是不明了 本来是明嘛 明就是照 这不无明就是照的能力射掉 诸位要记住 照的能力射掉是一念无明